最近每天都有朋友问我 你怎么不吃烤肉了 吃嘛 到我们节目的新店 台州椒姜店 狠狠地吃 这五花烤上翠绍了 也别光够着吃 按照惯例 这新店开店 还是介绍它菜品吧 松板 肥牛 梅花肉 上脑 安格斯牛肉 我很爱吃的猪类条 烤出来爆香的东北猪五花 类条当然被我们切片了 大腰子 不劳大家指证了 我自己承认 这肯定不是原油腰子 是油爆腰 主要是90多块钱的资助 要是原油腰子 那么多吃几个我们就选亏了 虾 生蚝 就一些简单的小海鲜了 牛仔骨 或者叫牛排嘛 护腥肉 肥肠 鸡脚筋 肉粒 排骨 风干肠 还有因为我名字的原因 就算卖得不好也不会下架的 午餐肉 两种午餐肉 算了不爆了 待会这一段时间脱太长 视频都量掉了 太饿了 来跟爆老烤肠店一下 搞错了 这个不是爆懒的 这个只是辣而已 还有另外一种 在成都少量上架了 那个能把我的辣蹦 这边有披萨 还有各种各样的杂物 还有很多朋友很爱的 一旦吃不上就会找我投诉的 大鸡腿 焦香店这边有个珍贵 哇 还挺可爱 这风格有个儿童餐厅嘛 还有个简单的水果群 这有个甜品柜 各式各样的小蛋糕 还有冰淇淋 今天这盒冰淇淋蛮好看的 这边有焦麻鸡 还有盐鸡鸡 但这是个啥呢 这又是个啥呢 本来应该是波波鸡和撩制海鲜 但料要下午才能到 所以现在还上不了 打仗一样 蘸料方面我们有八种 应该是能满足各种各样的口味 最后还有饮品 包括啤酒 都是畅喝的 续续叨叨讲了这么久 看到这儿的朋友不到10%了吧 那么这五花肉真的很香 同样是按照惯例的 我说梦家的口味 一般是不蘸料的 但偶尔还是试一下 我这吃安格斯牛肉 五花肉蘸下自然料 有点咸呢 偷鲜 哎龙哥 我觉得这个料怎么这么咸呢 这次 稍微这个是有点咸 但是现在已经在改了 行 改一改吧 改一改 虽然不爱吃蘸料 还是得在那尝一下 像给马国味的肥肠 我就更不会蘸料了 哇 它烤炊了 前几个月不是肥肠下架了吗 可以处理一下呢 那起火了 最近我们又找到好的货源了 有些店把它又上回来了 所以其实像我们这种 地毛利的店 菜品都是会有调整的 当然我们主力的品 牛肉 五花肉这些 反正不管它怎么长跌 一直都是在的 还有这个科技的肥牛 之前为了追求 我们店里完全没有科技 所以把它给吓了 但是呼吁它回来的女生朋友 特别多 因为那些上脑吧 烤脑都不好咬 它又香又好咬 所以最近呢 有些店把它上回来了 好 那么9月28号 8月14过生日了 朋友们 祝你们生日快乐 这小视频发出来的时候 已经开业了 也祝咱们焦江店 开业大吉 刚才都忘了拍摄油滋滋的感觉了 又到旁边桌就蹭了一个顶头 这牛仔骨是我最近的新宠 必吃 很浓的奶香味 就是那肥羊 在这里拍不得来拍 过心肉 接下来准备搞个大事 烤盒芝士 店里的芝士玉米 这很受欢迎嘛 但我只是利用植物质变 去拿来喝纯芝士 原来我要做个芝士火鸡面 为了待会能撑瀑布 是不是得加点水呀 这个火鸡面不用煮 是泡的 面泡好了 先搬成一个火鸡面 然后进化成一个芝士火鸡面 我的水价太多了 所以我再进化成芝士肥牛火鸡面 哇 真的好香啊 这样真好吃 但泡的还是没有煮的好吃 今天这吃的怎么有点沙沙的 就像前两天那个沙沙酱的味道 那个厚劲还没过 真好吃 但要是我在店里面上着方便面 会不会有点太艰伤了 还是到我小摊去弄吧 好了 不拍了 还有很多事要忙活呢 那就明天见 嘿 我们天天见